北京一姑娘发现租住卧室内多出一堆不正常的灰尘 查找来源却发现神秘物品 9月1号媒体报道 北京租客小新为降低租房成本 通过网络直接联系到房东贾某 以不到2000元的价格 租住了贾某名下的一间卧室 贾某和妻子则住在同屋的另一间卧室内 2019年4月 小新发现卧室插座正下方突然出现了一堆灰尘 仔细观察后 发现插座内隐藏了一个微型摄像头 镜头的角度可以拍摄到房间内大部分区域 小新立刻报警 警方经侦查 将嫌疑人贾某传唤讯问 贾某承认通过备用钥匙进入小新房间 卸下固定插座的外壳 将微型摄像头藏在插座内 此前他曾将摄像头安装在厕所的镜子背后 但未拍摄到他想要的画面 于是便想办法进入了卧室 摄像头刚装好的第二天就被小新发掘 尚未拍摄到过于私密的画面 贾某无故进入小新房间的行为 已经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 丰台法院判主期拘役三个月 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